超戰士烈鑽最新的一套 然後它是最強親子組合 但David哥認為會覺得之後 黑色頭髮的誤犯這種現階突破的感覺 才會稱為是最強親子組合 代理版 序號在盒子的最下方 超三的悟空 其實超三最主要最重要最重要一點 你就是看它的頭雕還有它的頭髮 這一隻其實看起來沒有說非常的高 但是它整體的重量非常重 因為集中在上半身頭髮的這一塊 現在看它的頭雕的表現 其實頭雕 超三重點 這個眉骨 整個是非常突出的 有完全做出來 然後你從側邊 它兩旁也有做一個陰影的加強 表情算是也蠻到位的 最主要它的 眉骨的上方這邊有多加一些小細紋 還有眼睛下方這邊 整個這樣變得非常的好看 塗裝做工 牙齒舌頭都有在水準之上 再來就是 這超級茂密飄逸的長髮 這隻的超三 的長頭髮 它做的就有點飄逸的感覺 不再是像之前 蠻多超三的精品是整個是垂下來的 它這種飄逸的感 法術感你可以看得到 這種超粗的 然後裡面的線條 不會給你密密麻麻 就非常簡單 然後整體 你看起來它的做工 跟塗裝 其實也都是算 也是水準之上 整個非常的茂密 然後這一種 超賽的顏色 它屬於是一種淡金色 然後整體看起來 會有一種這種光澤感 但是不會非常非常的塑膠 那接下來整身的武道服 其實 就蠻中規中矩的 有些地方用了少數的這種漸層 然後肌肉 線條方面 漸層感有做出來 還有這邊 然後裡面的內裡 跟 護手腕跟腰帶 這顏色是不一樣的 這樣其實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下半身 褲子的地方 就幾乎是一般的塗裝 但是它這前後 兩邊的配色 也是可以看得出有差異化 鞋子的地方 鞋子的地方 這一次的做工 跟塗裝竟然還真的還不差 就是一般的塗裝 就是一般的塗裝 鞋子的地方 是在一起的 這次的地方 是一般的塗裝 是可視致的地方 鞋子的地方 是一個最新的地方 然後我們用的塗裝 用的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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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塗裝 使用的塗裝 含Tita量到頭髮最高高度約18公分 整體評價6顆星 有把最主要超三的這種特徵 尤其是頭雕跟頭髮的部分 幾乎神復刻出來 對比就個人認為這是超級大加分的 雖然在塗裝上沒有非常非常特別的亮眼之處 但是也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水準 那真的也是可以 喜歡的話不妨也可以購物這一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樂&peace 掰掰